亲爱的观众朋友 珠三角拜佛调研行 我跟各位说了一大串了 就是我这个人嘴碎呀 我去那个佛山呀 我到处去走 尤其是到企业里边去窜房 一家一家走 跟各种企业交谈 我特别喜欢跟他们在 那个水边上茶室里 或者是大排档里边边吃边聊 听他们随便讲 各种各样的信息扑面而来 反正在北京里边 我们就一把老头老太太胡同里边说那些话 或者在北京跟各种各样的打交道 自以为很有水平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 大家说的东西听多了 可是你到珠三角 你到佛山去跟一些企业家朋友交流 我现在觉得收获特别大 有家就有佛山造 佛山的制造业 那牛大发了 但是我说了几期之后 我又怕产生一个误解 你们以为有家就有佛山造 佛山造的东西只有小家电 只有家具 只有家里边的东西 不是的 佛山超万种零部件的研发制造经验 它不光是用在家里 比方说佛山的中南机械 这是个老牌子 这是个硬牌子 精密加工的实力 我跟你说 它用在什么地方吧 一 雪龙号供轨单元 中南机械 国产大飞机精密零件 中南机械 船用柴油机电喷系统 中南机械 这是个啥东西 炫机系统 同样也是柴油机升级的电喷系统 到炫机系统 关键部件 国产化 也是中南机械 中南机械 可上九天蓝月 可下五阳桌别 上天入海 不得了 当然不是只有中南机械一家 广东新联精密机械 也不得了 这家企业30年了吧 30年干一件事 在咱们看来是个特别 小小不然的事 食品饮料包装的塑料模具打造 那你现在你在网上 你说食品饮料包装 塑料模具打造 我估计甭说热搜了 就一般人看了之后 就一扫然过了 这又什么呀 但是新联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坚持把模具制造当中的各个环节 用工匠精神把它弄得标准化 规划化 专利化 然后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12项国家标准 其中4项 它是第一起草人单位 这家企业 它主要客户是大饮料品牌 包装商 给他们提供服务 国家标准 4项起草人单位 就意味着 它的企业标准 甚至比国家的标准还要高 这家企业什么规模 说出来之后 您得站稳了 一般一般全球第三 特别全球第三还厉害 为什么这次到珠三角呢 拜佛这个调研行 我走了很多地方 我都是瞄着隐形冠军去的 隐形冠军很重要的一个标准 就是说 不显山不落水 品牌知名度也不高 但是人家一般一般全球第三 这家企业就是 全世界排第三 第三在他后边 他是第三前面 全世界排第二 亚太地区 No.1 就做这么一小点事 就做到全球领先水平 因为专注所以领先 这不就是咱们大家常说的小巨人吗 小巨人 不显然吧 你上网搜 没什么新闻 当然是人家扎扎实实 所以佛山的大量的中小企业 无论是做哪个品牌 哪个行业的 反正它是门类 是全国所有的工艺门类 它全都有 佛山制造 你按照这个态势走下去 当然会有越来越多的小巨人 越来越多的隐形冠军出现 蒙娜丽莎大家都知道是吧 我去现场看呀 那人头传动啊 就这么大一个话 我不知道它好在什么地方 哇 那个挤啊 我在英国做英伦三月 那个系列节目的时候 挤进去之后 我好不容易抢到前面 还没看清 又被人挤走了 盯着那个蒙娜丽莎 看也没完 中国自己有蒙娜丽莎 知道不知道 蒙娜丽莎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叫蒙娜丽莎 对 柯达制造当年啊 跟蒙娜丽莎一样 是世界第二的陶瓷大王 年龄相仿 同为外乡人在佛山打拼 加上蒙娜丽莎和柯达制造 分处在陶瓷产业的中上有 大家知道不知道 陶瓷佛山是一绝啊 世界上最大规模的 最专业的陶瓷布兰会 佛山有一自豪 比方那个展览叫布兰尼亚展览 一块厚度只有几毫米的 大规格的陶瓷宝板 哇 那行人一看 哦耶 这么厉害 轰动 这种东西国内市场没出现过的产品 现场中国企业家 佛山企业家张祈康 看了以后心里就痒痒 也可以说碰然心动吧 看到那块板 哎呀 不得了啊 什么设备造的 再蒙东去看看呀 当然人家不愿意让你看 你中国企业看了之后 你把秘密给人拿走了 你中国生产了 别人怎么办 据说中国企业有个本事 穿别人的鞋 让别人找不着鞋 路可走 所以你要想生产这么薄的 陶瓷的饱饭 你只有自己想办法 所以张祈康也罢 蒙特丽莎也罢 意识到这件事 只有自己去干 于是这两个人就 捏咕捏咕 摇摇耳朵 嘀咕嘀咕 说这东西我自个干 说到这时候 大家已经好奇 说老头你别卖关子 告诉我们搞成了没搞成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中国公民北京视频 北京市东城区 居民四马南 再见